乌克兰官员对美格佩洛西对台湾的访问保持沉默 因为情况微妙 乌克兰官员对美格佩洛西对台湾的访问基本上保持沉默 可是俄罗斯周三说佩洛西对台湾的访问是一种挑衅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周三强调 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中保持中立的重要性 哲伦斯基周三在堪佩洛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主办的在线讨论中 向21所澳大利亚大学发表讲话 在被一名学生问及中国的立场时 哲伦斯基说他更希望北京加入包括美国和澳大利亚在内的国家 他告诉澳大利亚大学生说 就目前而言中国是平衡的 而且中国确实保持中立 这种中立性比中国加入俄罗斯更好 泽伦斯基的讲话等于承认了当前的地缘政治现实 他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计算 我相信中国人民会做出一个谨慎的选择 中国不会帮助俄罗斯 这对我们很重要 而且在这个创作来一条 并非我相信你可能帮助俄罗斯的卿讯yer